最近,广东宏远队的球迷圈里流传开了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宏远队在引进了孟多,前夏德赖尼和莫里斯之后准备继续补强球队的内线,而朱芳宇的目标人物不是别人,就是前宏远队球员苏伟, 不过在网络上留言四散开来之后,但是球队之一的青岛队,首先发表了声明,他们说宏远联系他们交易苏伟却有此事,但是由于宏远队没能提供足够的筹码,所以青岛队不会和宏远队做这笔交易,看到这里可能很多宏远球迷会不高兴了, 因为在此前的一些报道中显示,宏远队这次为了得到苏美不仅拿出了高尚,曾凡日,正是宏三名球员,而且还愿意付出不放现金来补偿,按道理来说这次交易宏远队给的筹码足够多,像是高尚的所有权也是青岛队梦寐以求的,那么为什么青岛队还是不愿意换呢? 难道换一个苏美,还要红远队拿周童,或者一剑连来换才成吗?这座地起价影响的未免太过分了吧? 不过生气归生气,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其实青岛队这次拒绝红远队也并非慢线要价,大家都知道,苏美这几年在CBA表现的一直很不错, 上赛季苏美在青岛队场均上场28分钟,场均能够贡献8.9分5第9个篮板球,在球队大外援长期缺席的情况下,苏美更是成为了青岛队内线的支柱,多次打出了15加10的高效数据,从上个赛季的情况,苏美个人的表现来看,苏美已经成,成为CBA国产内线当中最优秀的篮领型内线, 也成为了青岛队的核心球员,所以这样一个球员,除非红远队给够足够的筹码,青岛队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那么红远队给够了筹码吗? 当然没有,从红远队给出的筹码来看,他们愿意付出高尚,曾凡日,照须红三名球员和一部分现金,但是,说实话这些球员对于青岛队并没有吸引力, 高尚作为去年租界到青岛队的球员上赛季并没有打出让人幸福的表现,所以青岛队对他实际上还处于观察阶段,最后要不要还收不准,而曾凡日和战虚红就更不用说了, 曾凡日是青岛队转会的红远队的球员,几近几两青岛队自己也清楚,而战虚红虽然身高不错,但是来红远队两年,他也一直没有得到多少的上场机会,青岛队自然也不会在他身上下赌注, 也就是说,红远队如果不付出项虎明轩,任俊飞,赵瑞这些水平更高的球员,青岛队是不可能答应和红远队交换苏伟的, 其实,红远无论是俱乐部,也好还是球迷也罢,也是要正直一下现实了,像苏伟这样的球员,他们现在在联赛当中的价值,早已不是当年他们刚刚离开红远队时候的情况了, 像球员交易这样的生意,讲究的就是等价交换,红远队会尽力的维护自己球队的利益,青岛队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红远队不想到时候回过头来挖更大的代价先回老面孔,那就不要像以前那样,随便的对待轮换球员了。